第11題 海面上有一艘郵輪發生爆炸 請問此時是在郵輪水面下1000公尺處的潛水艇 先偵測到爆炸聲 還是海面上另一艘離郵輪1000公尺的軍艦上的士兵 先聽到爆炸聲 我們這個距離都是1000公尺 所以表示呢 我們船聲的速度越快就會越先聽到越早聽到 那我們也背過 我們傳播聲音的快慢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所以郵輪水面下的潛水艇是靠水海水傳聲 他的速度會比另外一艘軍艦他靠空氣傳聲的速度快 所以他會比較早聽到聲音 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 誰會先聽到聲音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A潛水艇